一名三十一歲的中國籍王姓男子 在肩駕成橡皮艇 想從新北市領口汕頭附近的海岸 來偷渡上岸 沒想到體力不支 被釣客發現 海巡人員抵達現場 發現人船在近沿海一百公尺處 經由著海巡與消防人員救援之後 送醫治療 治療者 該名男子稱自己在中國負債 想來臺灣 重新開始 海巡和消防人員合力 把橡皮艇拉上岸 指尖停上有一名男子 因為嚴重曬傷和脫水 體力不支 這名戴著口罩的中國籍王姓男子 十四號早上六點多 出沒在新北市領口汕頭 後康溪出海口附近 被釣客發現 立即報案協處 據了解該名男子 自稱是來自浙江台州 因為在中國欠向大筆債務 才想拖渡來臺灣重新開始 不過從台州到林口海上航程 大約四百公里 現在又受到颱風影響 單靠只有三點六公尺長 搭配嫌外機動力的小小橡皮艇 真的有可能抵台嗎 這種橡皮艇的耐坡性比較差 加上近期台海周邊 有這個就是颱風靠近 所以風浪會比較大一些 依靠小艇的話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不排除 可能有人接應 或者是大船換小船的方式 也就是在海峽中線 或附近放下小艇 讓它登陸 走在今年六月 就發生過中國男子架快艇 直直闖入我國淡水河口 說要投奔自由 時隔三個月又發生第二起 震驚各界 就怕背後動機不簡單 那三個月裡面發生了兩次 到底是一個心情下的威脅 或是一個常態性 我們編防到底怎麼呢 我們除了檢討以外 我們還有哪些作用 說法在這裡再三的呼籲 中央一定要嚴肅的看待這件事情 可能發現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大陸的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會認為是台灣的 不會說是大陸的 當然會害怕 要是真的有人來的話 下次還會更多人來進來 一再發生 中國人投渡事件 觸動國安神經 也讓社會人性惶惶 就把相關單位 盡快調查 釐清事件真相 最後一天真是零七風暴動